县里建党一百周年重大革命题材人物传记电影《邓小平小道》拍摄进展顺利 目前正在南昌湾里拍摄 拍摄任务完成已过半 影片主要讲述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新建拖拉机场生产生活时期的故事 展现了邓小平与人民同甘共苦的崇高品质 深厚博大的爱国情怀和刚毅坚韧的品格 影片由江西广东四川三省联合打造 中宣部专资扶持 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将在全国院线隆重现营 让我们的年轻一代能够从这个系列知道我们这个老一辈不成绩革命家 他们怎么优秀的什么地方 他们的信仰 他们的追求 还有他们的毅力